Hello大家好,我是Eric第二名 很久没在这个频道上传影片了 对了,看Eric第一名的观众 不要惊慌 你们没有跑错棚,你们没有跑错棚 那我这边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看我的影片 或其他创作者的影片 就会有一种可能想拍影片的冲动 像我就有开创频道 那我就知道 这样子拍影片 简单剪辑还算中的 那放上去之后 你可能要面对一些什么状况 还有频道的经营等等的 都是一些麻烦的问题 而且剪辑影片可能也会花掉大量的时间 所以呢 如果大家 想要拍影片 有这种冲动,但是又不想 剪辑影片 那就请在我的Facebook 粉专那边私讯我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影片传给我 那我呢,会 帮你剪辑影片 或者是更好的是你自己剪辑影片 那么 我就会把你的那部影片放到我的第三频道 Enric 影片共享频道 那我们这里就到这边 下期再见,拜拜 对了,第一名的观众 请继续看下去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Enric第一名 那这一次是我的 影评时间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小短片 只要还没有到终点 永远都有获胜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短片吧 好,那我们在这五短片里可以看到 一开始 用光圈为止 就是这次跑路比赛 一开始的落后选手 来自美国二爱二洲的大卫华特 他在参加1972年暮年黑的奥运 然后的800公尺前进决赛 但是他现在一直都是落后的 因为他从小就挺有多病 所以长大后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 但还是比不上其他的奥运选手 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 他其实与一开始的落后程度 已经差了很多 他已经慢慢追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不是没有努力 只是身体没办法支撑 但后来他还是平革自己的毅力 慢慢向前冲 冲过了原本的倒数第二名 冲过了原本的倒数第三名 现在几乎和原本的倒数第四名 冰盘 只是他又奋力向前冲 其他选手 虽然感觉活力十足 但到最后其实 体力也下降了很多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大尔华特得到了金牌 那那位平党的熊手 其实是当时苏联的 一位非常厉害的熊手 他几乎在每次比赛的前行比赛中 他都是拿到第一名 但这次 他却被这位 原本大家都认为肯定会输的人 打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平大人不要太知道 啊不是不是 就是要有一个放弃的心声 就算 你像大尉华特一样 从小体力过病 体力不好 那么你再去 从小玩就对了 啊不是不是 是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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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